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利亚的比赛中首发出场 而他穿着上场的是某超牌的袜子 并被赞助商品牌的球网 因此违反了国际组联队装备的规定 根据之前的案例 证明31岁的门将可能会面临中国足协的处罚 该媒体还表示 中国足协对国字号球队的比赛和场外态度正在严达阶段 曾猜出两张松阴法单 上场球员王申超英佩戴项链 被取消入选国家队资格一年 年轻球员周俊晨 因为赴泰国比赛期间为继 被竞赛一年 曾成所效力的广州恒大队同样对队员和员工要求严格 张铃鹏的球衣贴交代事件 就有五名工作人员被开除 本赛季的中超联赛还剩五轮 亚洲杯的明年一月就将举行 如果曾成北进赛 对于恒大和国族都将是非常大的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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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